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碰到不公平或者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那遇到这种事的时候我们什么反应呢 可能有一部分人的反应会是一声叹息 说一句不应该啊 然后就走开了 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这个人 他的反应和大家不大一样 我们先来看一段他拍的一段视频 这段视频是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 在2009年年底郑州某酒店停车场所拍下的 一个车主停车不交费 而且还出口骂人 动手伤人 车主不交费的原因主要是有证 特通证是特别通行证的简称 这种证件是由郑州市人民政府发放的 用于行政机关的公用车辆适用的人员 是限定在一定级别的公务员范围之内 停车场的工作人员要查看那辆车的行驶证 以确认这辆车是不是公车 这没有问题 但是驾车人员的反应极不正常 是不是你的车 是不是我的车这个东西 是不是你的车 这是我们公司的车 这是我们公司的车 他不跟他车是哪个车 整部的车 他都不知道整部了人员 就这是不是 你要呆住案的工作人员 连接待嘛 就是嘟嘟嘟 这是第二次嘟 把案的工作人员里面上 工作人员也要给他带盘那带刀 你怎么不跟你认识吗 我批他跟你说话 什么事啊你是 你有病吗你真是 有你家这么事了吗 走开啊走开啊 我告诉你走开啊 我告诉你啊 你再拍的话 我给你打了你信不听 停车场工作人员报了警 派出所的民警赶到了 喂喂喂喂 你给他给我 你给我带走了我怎么不知道 他卡住了 你开的 我专门过来告诉你 不要这样做 该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车刚刚从堵着出口的地方挪开 当着民警的面 惊人的一幕就出现了 你给他说话 你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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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看我 射箱机受到了冲撞 出现了问题 只记录下了声音 民警上前把动手的人 带到了派出所 派出所里 司机不慌不忙的坐着 他用手抓着的 就是那台被他砸坏的摄像机 司机并不知道 这个时候 仍有一台摄像机 在拍摄的这一切 那是我们故事主人公 身上的另一台设备 民警调查确认 证的确是那种 可以不交停车费的真证 但是这辆车是私车 开车和乘车的人 根本就不是有资格 使用特通证的人 车上的人向警方说明 这个证 他们是通过私人关系办的 就是为了平常办事方便 停车不交钱 这回就为了四块钱的停车费 他们把事给闹大了 第一得补交四块钱 第二得修好被砸坏的摄像机 第三还得给脚步被压伤的 停车场管理员 赔偿三千元的医疗费 也就是在刚才 那起事件发生的前后 郑州市某停车场 又因为特通证 发生了一起纠纷 驾车的是位女士 她因为自己车上 有特通证而拒绝交费 停车场不让走 也报了警 这位女士坚持不交费 坚持了四个小时 警察前后来了三拨 劝说也无据于事 我们故事的主人公 用镜头忠实地记录了这一切 您仅劝了半天 开市的女士连车门都不开 围观的热心人也帮起了忙 四个小时之后 实在没有办法了 林景采取了极端措施 这个时候 车上的女士才慌忙下车 为了四块钱 僵持了四个小时 最后这位女士 还是被请到的派出所 她自称是市里 某机关的工作人员 是首席整法委委员 你好 我是二十关的女士 大华家卡的知情民进 我们想了解一下 就是说咱整法委 又没有一个叫长渊渊呢 对 没有这个人 他开了个私家车 可以 U A 揪揪 M09 没有这个车 事情最后落实了 这位女士和她的车辆 也无权使用特通证 最后 这位女士 也只好乖乖地交了停车费 并且还多交了四个小时的钱 这两件事情 最后都得到了解决 真实地记录了两起事件 发生全过程的人 其实是一位 普普通通的郑州市民 是李老师吗 我们是这张大牌 新手法的 你好 你好 吕建福 49岁 一个酷爱摄影摄像工作的人 他目前的职业 是一个很时髦的称呼 叫做拍客 指的是 利用自己手中的摄录设备 随时随地 记录生活 偶发事件的那些人 他们所拍摄的作品 往往会被用在报纸 电视 以及网络媒体上 老吕所拍摄的这两个 关于特通症的事件 车主占小便宜的事 已经解决了 但是某些人利用特权 糟蹋社会风气的做法 老吕认为 这还得继续追下去 为什么会有这个特通症 难道这个特通症 比交通罚还大吗 现在以后 我就给这个特通症 算吊闹了 老吕把他拍到的 关于特通症的故事 都发到了自己的博客上 讯及 他的这些帖子 就被转载 成为网络点击的热帖 特通症的故及 最终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 结果会怎样呢 我是在一个网友 我想问一下 这个特通症的是 特通症是吧 对 现在已经击办了 原来不是办了之后 这个 那不是有特权吗 特权我们这个 现在不办 在行政场收费 该怎么收 怎么收 不是说不怕 一般也怕 我以前 头发 很强 应该是上去抓你了 抓一头发 抓一把东西了 是怕别人打你 的时候抓头发 对 这两年呢 老吕也养成了一个习惯 就是他出门的时候 总要带着摄像机 碰到他觉得可疑的事情 他就把眼一瞪 摄像机一开 你看 他在解放路上 又拍到了这样一幕 这辆涂着 中国公路字样的执法车 是因为炒红灯 被警察拦下的 本来只是闯红灯 但是老吕的镜头一推 却看出了大问题 号牌的第二个字母 显然不正常 算了 我没说 我没说 这不是 我自己开 然后我自己开都能了 那会儿啥大玩意儿 算了 我给他接到这 他再接到这 这样吗 你找个朋友回头 回头你有啥事了 你直接找我 观众整周市的4S店上 你有朋友说卖车修车 你咋说你给我打电话 你需要了 我给你六个电话 咱俩虎洋六个电话 你归姓 司机的紧张是有原因的 行政部门的执法应该是堂堂正正的 那么这辆执法车为什么要遮挡号牌呢 老吕并不理会司机提出的条件 继续坚持拍摄 把这个号牌让他截掉 然后给他开张发万点 扣六分 发二百 他就是故意遮挡号牌 之后在这辆车的所属单位 负责人讲出了执法车遮挡号牌的真实原因 你选择号牌 一安三三九六 是我们一个执法车遮挡号牌 当时他好像在路上行驶的时候 把其中一个号 一个字号改成A 中间那个N改成A了 是 当时是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处理也很严重 对于司机这个我们也有管理规定 凡是你发生那个电编尾长 你自己去想出这个尾长 他为了就是不花这个天编尾长以后 他才改出来 我们这个车群人是怎么管理的呢 所有自发人员从外出的时候 都要添加一个外出保好栏 他回来以后都要把有时缴给把公司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会好也跟他们没发现呢 那这个是 说出来 李处长说 他们也在网络上看到了 老吕拍摄的这段视频 随后相关责任人就得到了处理 开车的司机行政纪大过 收回执法证 待岗六个月 管司机的副科长被撤职 管车辆的副主任也被撤职 给机动车收费管理处主要执法是哪些方面 他们执法呢 主要是检查未求业务 有没有这个草范会进入 有没有没法行为 那个给机动车 改号牌这种行为 向上咱们 执法不太为之一提啊 你比如说这个 该号牌他如果在哪个企业 该的上发现哪个企业该 咱们发现会插入这个企业 那你问他了吗 当时他在哪个企业该 当时这个 这个是 你也得让我们再 把东西 你这一排 我要在这个床和一下 这回对付这档号牌的执法车 老吕大获全胜 但也并不是 他每次努力都有结果 每次出击都有收获 比如他在郑州的二七塔下 所拍到的这辆帕萨特 和他代表的某种权力 就没把老吕放进去 这辆帕萨特也是公车 也是在号牌上做的文章 车上挂的号牌 是伪造的 交警一眼就认了出来 打开后备箱 拿出的另一块号牌 才是这辆车的真牌 行驶证上所写的 车辆所有人 是河南省周口市 人大常委会 那为什么 这辆公车 有自己的真牌 却要挂上一个假牌呢 老李记录下了这个违法事实 也是要等一个说法 您好 好 这个是连长是吧 您是逛工室的吗 嗯 我们是刚刚在台中 烧满篮子的 然后有这个东西给您看一眼 我们知道这个车 您知不知道 哪个是 这个0021是这火神大的车吗 0021 是的吧 是的吧 这个是前几年 大概上个月的时候 在郑州开到的一段东西 然后它当时车上挂的 是一个PQ8769的牌子 这个是福建 能看清楚 他承认他挂的是假牌子 这个人 不是他的司机 不是他的司机 嗯 您肯确定不是他的司机 肯定不是他的司机 哦 办公室主人说 车肯定是人大的公车 但是这辆车 现在在哪 他也不知道 他还可以肯定 开车的司机 绝不是本单位的人 所以那辆车 为什么会去郑州 又为什么会挂了假牌 他自然也给不出一个解释 这样的说法 显然无法让老吕满意 好多东西 我们只能把那种现象 给他拍下来 有些给一丸部门 就反映了一下 有些好多部门 他很激烈地去给你吐吐 有些好多都是 泥沉大海 像这个车就属于 泥沉大海的那种 泥沉大海 你把它放到网上去了吗 对啊 我把它放到网上去 俗话说 金杯银杯 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老吕就相信 老百姓的口碑最重要 老百姓的评价 积少成多 就会形成一种巨大的力量 让有些部门 有些人不得不改掉 自己身上这样那样的问题 今年的四月 老吕又把一段 他新拍摄的视频 放到网上了 这段视频引起的反响 是前所未有的 在河南行阳的一条交通干道上 老吕看到 一辆运载木材的货车 被一辆警车追上了 货车上 跟车的妇女 跑向警车 几分钟后 这个妇女回到货车上 随后离开 老吕追上去 想要问个究竟 他说 他赶紧 我一会让你 一会让你 先绵一样 你先洗 你花钱 怎么洗喽 你还给他 他来饭去了没有 啊 饭 饭多少钱 那给 弄完了 你给他多少钱 你给他多少钱 你别找 你都给弄个弄 他换你多少钱 你大单说嘛 他换 给 就一百块钱 就一百块钱 开发单了没有 他们是哪了 他说是 他说是 你都认识到了 他跟朋友碰见他 他跟朋友碰见他 你这电话没有 电话没有 没有 你真的被人家电话 你这把你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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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来发现警车已经走了 他追了几公里 再跟上警车 这一根就是几个小时 这个车回到了他所属的单位 行阳市森林公安局 那我想这个人 两个 两个人 不就是一个城吗 一个城 刚才你去嘉宇 往整个外面去 有多了吗 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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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人家 那人家 你先等会 我让你先 你先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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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等会 他那个是啥回事 他无证明书 你先等会 无证明书 你手到多少钱 他是无证明书 你手到多少钱 你手到多少钱 划了一万 你的菜表没 我叫他赖金 你拿他护过来 啊 讲人来 你拿他护过来 这是赖金 嗯 你是不是正是明星 你摆了一摆 你摆了一摆 你不啥 民警匆匆离开 脑履留下了疑惑 国家规定 罚款应该罚缴分离 决定罚款的警察 不应该现场收钱 这位民警 不但收了钱 而且还没开单子 执法人员 是不是在执法违法 这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 呃 这个是当时罚款的一个情况 呃 这个人您认识吗 这个人认识 呃 是你们派出所的是吧 呃 是 现在是派出所人的 他叫什么名字呢 那我这回来 我跟领导说说 看看他现在 他叫什么名字 那我现在等我回来 不是说保密不保密 等我回来 我问我看在说 你这样给我放的是啥意思 我还现在不知道 因为他这个 您听我说一下 您听我说一句好吗 您先别着急 您先别着急 这个人呃 我刚才问您您认识 然后我想问您叫什么名字 这个人不属于个人隐私的问题 那我不知道这是 怎么回事 你先你先让我 你给我问我 这个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我是头一会看着 我是头一会看着 您别紧张 民警的执法行为是公开的 民警的姓名应该也不保密 记者又换了一个问题 这个公安局一共有几个警察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就这八个人 我可不可以跟你说八个人 今年10年 2010年就这八个人 这正 有照片吗 这八个人 照片都十一列 在这 对你们看 你们办这种照片 让我们看一下 反正我找些 都是个十句找的 找的行 您这有吗 摸着没有 摸着没有 我们办正都在 正都是 这是这八个人吗 执行证照片 给我们看一下 这不就是吗 记者偶然发现了 电脑里存放的 民警们的照片 和视频上的人 一一核对 周师范局长 然后呢 这个是 张志强 是吧 这个是 胡香薇 胡香薇 张海峰找到他去罗亚了 我们给他找到随国舰 这个是随国舰 这是我 这个是您 喜红桃 是吧 雷飞 还差一个张海峰的账号 张海峰快去罗亚了 没有找起来 那录像上的那个人是张海峰吗 我问你一下 那财长您看见 肯定不是张海峰 那就是说那个人不是这八个 正式民警里面的人 开着警车 穿着警服 上路执法的人 居然不是民警 并且又被公安局的领导所认识 那么他是什么人呢 原来我知道他在这干过 他原来在这干过是一个什么概念 是 你看那你这得问领导了 那不是我事 对不对 他原来在这干过 就是在这工作过是吧 那你看 他如果不是民警的话 怎么会在这工作 那你看那你这得问领导了 你不能问我 我不清楚 这不是说我说了 这样您给领导打个电话 问一下 既然领导不在 那您跟领导说一下 我们等着他 他什么时候回来 或者您刚才说 他去郑州办事 我们去郑州找他 也没有问题 可以啊 那是主要说 那您有每个事 那也可以 好 那让我可以上那 跟领导联系 好不好 这个事情 又让我真不知道 又让我回来了 您连警员的姓名都不知道 这个有点过分了 没有了 不是 这都 我都敢说 从上午等到了天黑 领导总算是回来了 那他们是派出所的民警吗 那他不是民警 不是民警 但是他是什么人呢 那他就是 令员部门的 这个行动执法人员 不是民警 就不应该冒充民警 去上路罚款 而且收来的钱 又去哪了呢 这一百块钱 最后怎么处理了 那应该是 几件文门 应该是退给人去了吧 应该是 有记录吗 这个 没有 应该是 还有一个问题 我特别不明白 就是说 他们既然不是民警 为什么会既开着警车 又穿着警服呢 刚才我说 还是一个 我们人数很少 那天他们 应该是 穿穿 变成制服吧 这个跟人数很少 并不矛盾 他们俩 又开着警车 又穿着警服 而且 还回到派出所 坐在派出所的座位上办公 当时也是穿着警服的 都没有 代表领导看见 也没有其他同事制止 这难道不是一种常态的行为吗 也不能这样说 起码是得到人默认的一种行为 不能这样说 那怎么说呢 沉默过后 局长拿给我们看了这份处理决定 老吕所拍到的 那天开警车上路 穿警服收钱的两个人 其实都不是民警 他们只是林业部门的一般工作人员 因为这次被老吕拍下的所谓执法 这两个人被给予了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 是国家行政学院的杨伟东老师 欢迎杨老师 杨老师你看 比如说特权车 这个车牌的乱发 执法车图改自己的号牌 不是警察的人上路执法 人大的车挂假号牌 这些事情其实都是违法的行为 可是老吕一个人扛着一台摄像机 就把这件事情要曝光他们 老吕作为一个公民的行为 您怎么评价 这就是我们宪法赋予公民的监督权力 我国宪法有专门的明确规定 公民可以对任何国家机关 和国家工作人员 提出批评建议的权利 同时对他们的违法实质行为 可以申诉控告和检举 可能有人也会觉得 老吕这样的行为 算是多管闲事 因为被老吕曝光过的这些部门 要么就是权力机构 要么就是执法部门 其实是应该有具体的人或者部门 来对这些事情做监督 检查和负责的 这也正是我们一系列的事件当中 暴露出的一个问题 原本来说 这些事件都应当可以通过内部 就可以监督解决的 第一 公权私用 无论是特别通行证 是为了公共利益的 为了少数人谋取利益 加警察的事 也一样 其实私自收钱 另一个就是执法者公然违法 执法部门的车为个人所用 让他所被监管的部门为他改牌号 这就是公然的执法犯法 所以这就说明我们现有的机制 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是处于失灵的状态 才会给了老吕这样的机会和可能 能够抓住这些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 被老吕批评和检举过的这些单位 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 来对待老吕这样一个公民 不是打击 而是欢欣鼓舞的接受 并且采取积极的措施来改进 这才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国家机关 一个理性的国家机关 和国家工作人员 能够采取的态度和立场 咱们中国人都会说一句话 叫世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而老吕的行为也在提醒我们 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 我们应该怎么活着 如果我们身上都有那么一点 老吕身上的这种精神 那咱们还怕什么呢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演播室的讨论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明天见